说这个领导人才中间 我们现在要训练一种人才 就是说会要说一文的 我们现在要找20个女孩 20个女孩 30个女孩还没结婚 我们民政府要来训练 所以大家 你如果知道说 什么人会说一文的 你就要说我们台湾民政府的事情 就是看他可以来接受吗 就是你可以跟日本人交流 我跟他说 当然你发力的东西有的专有名词 他可能要查 这就还好 譬如说他都会说 只是说这个专有名词不要说 那是不要说 他专有名词 你发法力的东西 较偏 他有可能不要说 但是那是不要说 我们可以来查 但是基本上 譬如说我和你讲话 这都有法度对谈 你的程度就可以了 当然他如果是日文系 是一定的 他如果不是日文系的 我们在里面 不是有 我们在里面 基本上的 那是 那是 你和你太太 你们都可以 台湾也要说 中文的 也会 就像这样就可以了 你两个结婚了 不要说 不要说 另外的工作 那 专专我们还可以说 日文的 日文的 会不会 还有其他人 好啦 如果 如果 我跟您说 一个秘诀 由现在开始 你可以去 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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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这两种 例如说当务知己是 日文要买性用 所以你去學一文 如果你如果 為這個一文開始學 我相信一年 你會說兩年應該可以應付 兩三年之間 就可以應付 你可以去保實班學 台灣不是有 一些教一文的保實班 那是有 你可以去學 他怎麼說呢 將來我們官方的語言有兩種 一個是日文一個是英文 這一定會用到的 所以 雖然將來我們講台義 台義這是我們民間 通俗的 但是你官方的語言你不可能 這裡台義的 羅馬拼 你就不可能寫那個 你不是寫一文就是英文 將來是這樣 我們下一代一定是這樣 當然這台 在這個銜接的過程中 還會用到 他不會馬上就廢除掉 他會一直銜接 讓你學到會學 就像說 早期 我們 給日本管理的時候 那時候都說一文 你也不會說台義 對不對 你要為那一文 還要轉來台義 算是需要一段時間 將來也是這樣 會有一段過渡期 您知道 所以我是建議大家 我們跟新加坡馬來西亞一樣 因為我們現在都屬於這種國家 我們就是議員 要學校說這麼多種 你不能剛才說一種兩種 另外 再來 因為我們這個台灣的地位 日俗美戰 所以跟 英文跟日文 這是脫離不了關係 我們的後台 跟這兩個議員 都脫離不了 所以你現在的後台 你也是要叫他學 不是英文的一文 最重要是 到外面兩個都要學校 譬如說你先學一個一文 你再學一個英文 那外面就是兩種都要學校 因為你 你如果 我們現在台灣民政府 在訓練這個人才 如果你如果希望是 對外國的 你的工作是要對外國的 你這兩個議員 你什麼也要 學校一個 或是學校兩個 這是對外的工作 我們怎麼會學校 所以 將來 我們的語言 可能在 我們這個專業知識上 會距離一半 你怎麼學的時間 可能會距離一半 所以那不是 因為現在開始學校好 我跟你們說 你議員 你的音 如果要說到他吃 我建議你要怎麼學 他的技巧就是 要先讓他聽 你譬如說 你千萬兩 不要扯起來 自己在那裡唸 在那裡唸 在那裡唸 背 背單字 還是說 背這個 這個語言的東西 不太好 因為你不聽 你不聽到正確發音 你是自己在唸 你可能你唸的音 沒有標準 你當有一天 一個最標準的人 唸給你聽 你也都聽不懂 因為你唸的是沒有標準 所以我是覺得 學語言最重要的 第一關聽力 聽力要先會 過來就是說 聽到說要做會就對了 你唸的請問請 你不要還沒效 就在那裡唸 你就是聽跟說先來 這就是你第一 你先學他的歌 日文的歌 還是英文的歌 你先讓你這個 pronunciation 你的舌頭 比較靈活一下 所以你如果說有日本的歌 我們現在 我們台灣民政府 那是有四條歌要學 你可以為這四條 這四條都一文的 因為我們年底要去日本 這四條歌都要學 到時候我們那個 copy這個講義給你們 他就有羅馬拼音 你們老師會教 你們就要 要唱這四條 我們還有一條國歌是 美國國企業的這個國歌 我希望這條你們要唱 因為 練習這個語言就是 為歌開始最好 讓你的舌頭靈活 語言 想像一個方法是什麼 你們家有第四代 還是MOD 如果你們有MOD 他裡面很多學語言的節目 你把它開開 如果你程度再好一點 你如果演技 你就要聽那個新聞台 開起來 剛才開始可能說得快 你聽不懂 你會覺得奇怪 後面都聽都沒有 沒有關係 你維持那個頻率就好了 你就是聽 聽不懂都沒關係 你就一直聽聽 聽到有一天 因為你每天會有資料看 說聽 還有一天 你差不多要聽一年 你的電視 你聽一年 你給音的頻率 你給音的 日本是有那種什麼台 NHK 那是新聞的 但是有電視影集的 日本的 你看他的電視 看電影 你用那個音 日本的音 他有附那個光碟片 你聽也可以 但是外面 那個光碟片的音 跟電視電影 比較不一樣 因為他錄的那個音 會比較失真掉 不然你就要先聽看看 再來 再來 如果你想 精進學得更好 你可以請老師 譬如說你可以兩個請一個 或是幾個人請一個 老師的音 當然這個一對一的 語言學法會比較快 這有哪個好 像現在我們台灣隊有在教 日文 日文的所在隊有在教 地球村 那過呢 還有什麼 救國團 現在還有 科建 科建 你們下去找這種的 最好是直接是外國人家的 譬如說他是 日本人 他是美國人 講英語的 不要找 講中文的那個 因為講中文的那個 譬如說 你比較沒辦法 所以他適應外國的音 外國有外國的音 外國有外國的音 你要去適應 聽那個音 就對了 因為 像說說英語 他就有很多口音 你知道嗎 美洲 歐洲 澳洲 什麼州 他們在講英語的音 會不太一樣 如果你如果聽不清楚 你可能到時候你也聽不到 這句你可能知道 但是不一樣 就像說這樣講中文 講標準跟講無標準 就不一樣 像外國人他學中文 他如果聽到無標準的音 他都聽不到 也是都聽不到 所以你們就要成語 標準的音 起來了 其他比較沒標準 你會去猜 所以標準音要成語 所以就是說 我建議大家現在比較有時間 議員成語 因為將來台灣民政府 如果你是一個領導者 你議員一定要得 你如果不是日本就是英文 這兩個想法你也要得到一個 但是你會說 我現在年會比較大 沒關係 我跟你說 立國外很多年會 六七十歲 他也是在學 像有的人在美國 他退休 他是講英文 對不對 他也是去學一文 他也是這樣學 請一個老師這樣教 所以我覺得學語言 最重要你要培養興趣 你如果有興趣 學會比較快 就這樣 所以你要想看 有一個領導者 他去國外 他為什麼 這個文怎麼說 那個怎麼說 就是說 你要懂得學習的方法 他就快了 像說我在紐約的時候 紐約他的電視一開起來 他很多國家的台都在裡面 西班牙 葡萄牙 意大利 什麼文都有 你把他開起來 你把他聽 你長期 你把他聽一個語言 你那個頻率聽到 你在學就快了 重點就是說 他每一個語言的 發音的部位不一樣 這個部位不一樣 所以你如果在看電視的時候 你要看他的嘴心 英語有英語的嘴心 日文有日文的嘴心 他是發音在這裡 還是在這裡 還是在這裡 都不一樣 你的位置如果正 你的音的標準 所以學語言 你的技巧是在這裡 你的看他的嘴心 所以我不是說 你語言 你不能自己說 你不能自己在那裡 你在那邊在那裡說 你的音就 沒辦法正確 所以學語言 不要求快 要求金 譬如你現在一科的日文課 你這科要改熟之後 才會第二科 不要求快 日文有五十一音 對不對 那個音有變化 所以你這個變化 跟這個基礎這個音 它是重複 你一定要重複在那裡 你要review 這個 這個 就你才會學的起來 當然你如果頻率無量 你在學得很快 其實你不用試背 語言不要死背 就是要會 要常練習講 你語言就要跟我說 說不定 沒關係 像說 假設 我們現在是一個 多語言的 全世界就是一個多語言的國家 對不對 譬如說今天 我跟日本人在講話 你可以參加怎樣 你說一文 主要你說一文 但不會那些地方 你說英文進去 他也是聽到 所以有時候 我們日文英文的參差著用 所以這是多語言的 現在全世界是多語言的 當然 我們現在 我們台灣 本土台灣人 我們是說台語 台語算著我們的母語 這個我們的母語 我們一定會用這個 羅馬拼音來寫 這是未來的 這樣 現在是已經有人開班 在教台語文 像我們的蔣教授 他在台南 他就開班 你不是 陳大學生 你也可以去修 你們有帶台南的 台南的 你們就可以去修他的殼 他那裡就有開殼 還現在 在倡導台語文 所以講的時候 也是教很多學生出來在教 台語文 台語我們是 台文都會說 主要是說 羅馬拼音要怎麼寫 這是 像說那時候聖經 比較古的聖經 他們說台語對不對 他們的台語是用 羅馬拼音來寫 就像現在原住民 原住民 他們早期 他們的名字 是用羅馬拼音寫 他們都會寫 對 越南語也是羅馬拼音 所以我們這個台語的拼音 越南語 跟他一樣 你要看越南語 跟他一樣 當然全世界是怎麼 英文是共通語言 因為是很多國家都在講英語 所以他就是 英文全世界通 你走到哪裡 你英文就是可以通 日文就是說 日系的國家他比較會通 日本人 他們有一個團體 他們是有計畫的移民 像夏威夷 也有很多日本人 你們有許多夏威夷 夏威夷 日本人很多 還有他的原住民 他們這三位 這三位 你跟他講原住民的話 他們都聽有 會通 就是他們有在講 這個法源 當時是由於台灣 這麼分出的 這個東南亞市 甚至南美 一些密爐 巴拉貝 烏拉貝 你看到原住民那種 他來聽原住民語言 他跟我說可以聽六成 所以表示說 他那裡也是 跟台灣這個源源都有 所以 就是說 全世界這個 原住民這種體系 這種系統 他們都有 三位都有 都會通的部分 因為 他們原住民 早期沒有文化 他沒有文字 他沒有像說 我們留下文字 他們是用那個圖案 所以 原住民早期 留下來的圖案 他是有意思的 譬如說 這個圖案 代表 勇氣力量 這個圖案 代表智慧 他們在生氣 就是用這樣 為那個圖 這是什麼意思 就為那個圖 那個圖 你們去 他們在早期的保護館 有留這張圖 但是很少 他們就是留下這種圖案 代表意思 你們知道 台灣有很多原住民 他們沒有做這個流離豬 你們有看過嗎 他們那個圖案 不是黑白用的 他們那個圖案是有意思的 所以 如果說台灣族 阿美族 還有泰雅族 還有泰雅族 還是說什麼族 很多種 因為現在台灣 承認有十四族 這十四族 裡面 他們這個圖案是共通語言 他們的圖案是一樣的 這個圖案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所以他們都看圖案 他們知道說 你要說什麼 他們這個圖案 會佩戴在身上 譬如說我是什麼身份地位 我就佩戴什麼 代表他們的那個階層 階級的不同 所以他如果你看到原住民的流離族 你注意他看 他的圖案都庫通的 你在阿美族看這裡 你去到泰雅族 你也會看到 但是他們的服裝 有稍微不一樣 因為他們的那個 像阿美族 台灣的阿美族 皮膚比較白 對嗎 台灣族比較黑 對嗎 他們是住的 地區不一樣 但是阿美族他喜歡遊牧 阿美族比較喜歡移動 譬如說本來住這裡 移到這裡 移到哪裡 所以台灣的阿美族 他分佈在比較多的地方 但是像這個原住民的所在 就是在台東那裡 北南族 給大家更多 但是他也有其他的阿美族 什麼族都有 現在就是說 我們台灣來說 我們是怎麼說 現在要申請這個 美國USMG 要叫我們換身分證 就是說 你一個台灣這樣 人種不一樣 你是要怎麼公投 你是要怎麼投票 你要怎麼 你的一個政治的結構 也不一樣 就像美國 你要去美國申請他的綠卡 他也有分國民公民 有投票權跟沒有投票權 都不一樣 我們台灣也一樣 你是本土台灣人 你不才有 可以公投 你如果不是本土台灣人 你就是不行 所以我們 為什麼要申請這個新聞證 就是因為不同的意義 但是 現在 我們跟你們上課 是都說基本的 基本 你應該要做什麼做什麼 其實跟我們在接掌政權之前 我們會有一種 專業般的訓練 譬如說你是做什麼 專業訓練 這個 這個 然後你們在接手的時候 你的野腳 這個單位的基礎 都不便 野腳的人都不便 但是野腳的人 我們要怎麼處理 對他們上課 他也要上課 分 他如果本土台灣人 他也是要換新聞證 他如果不是本土台灣人 他想要住台灣 他要換居留證 兩個給他換 如果他如果要換新聞證 他是居留證的人 他就要去金門媽祖 他就不能住台灣 你要住台灣 你就是要換新聞證 所以我們現在在 做這個身分證 要五萬張以前 給大家一個福利 就是你可以跟我們說 如果他五萬張 將來 他的養老金 他就有美金一千二 這是高雷 第二就是 一個房子 他半十八歲以上 我們台灣民進府 要送他一棟房子 如果你們家 如果有兩個孩子 十八歲 一個十八歲 一個二十歲 這樣他就有兩棟房子 但是沒有超過三棟 雙座兩棟而已 第三點 福利就是 你的孩子 由他最小的 一直打起 都保障不用錢 所以這就是說 我們對這個少年 也很好的鼓勵 讓他們就是 了解 將來台灣民進府 是在照顧人民的 為什麼我們有這麼的錢呢 因為 我們是 一個 我們想說 沒有國籍的國民嘛 所以我們是 要跟我們賠償的 美國軍事政府去賠償 美國軍事政府去賠償 這就是都要做賠償 他如果我們做 台灣這裡有 有這個租金嘛 還有 中華民國 台灣政府的賠償金嘛 種種 加起來 回饋在人民的身上 像你們有做過兵的 他也會給你賠償 這就是一種 教育 這個是一種補償 所以為什麼要叫大家換新聞證 就是說 你的證明你是奔土台灣人 如果你如果沒有換 你也沒有這個福利嘛 因為他也沒辦法根據什麼給你啊 所以你就要跟人說 為什麼要換這個新聞證 再來我們現在這個新聞證出來之後 其實在國外這個資料都出來 因為美國他在國外一些電腦系統 我們這段新聞前後面有晶片 你把它撞下去 資料都出來 在台灣 你要出關為什麼現在還沒用呢 因為我們還沒開卡嘛 所以你出關的時候 現在還沒可以用 但是你如果在國內 我們上面有我們本來旧的身份證字號 其實你在一些公家機關 你給我看 他也是可以用 因為中華民國的政府 已經知道我們有這段新聞證了 所以過去他們在說 美國要給我們台灣免簽證 其實是在公安我們這段新聞證 因為我們是日俗美戰嘛 所以 將來我們如果去日本去美國 你這段新聞證開卡以後 你就是可以用 不用簽證 然後我們可以用這段新聞證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有五六十的人 申請 跟美國申請那個海外護照 如果這五六十的人的海外護照 如果出來了 你們其他的人 就可以用這段新聞證 去簽海外護照 這個海外護照就是說 美國去全世界各個國家 他如果不用簽證 我們如果不用簽證 我們就是對美國一本府照行就對了 所以我們可以 我們雖然是美戰 我們也可以算這個說 美國境外國民 但是我們在美國我們是沒有選舉權的 我們沒有參與他的選舉的 就像普通理科這樣 你們如果有機會 你們去普通理科看看 他們跟我們很雷同 你們如果有機會 你也可以去沖縄看看 你會覺得說 那個人民跟台灣人改成 因為他的政治路線跟台灣改成 你們可以去看 所以你們大家要跟大家說 為什麼要申請這個新聞證 因為 領導者 他一定要改得好說 譬如說 你現在知道說 這件事一定會做對不對 你出的一定要說 你如果沒有認識去說 你那個領導能力不出來 因為譬如說 你現在第一面跟他說 他可能不會接受 第二個第三第四 你這樣一直說 講到總有一位 你就知道說 你的認識 你的火候會起來 說到可能第十個的時候 他跟你接受 表示說 你的公法有圓融 他有了解 你如果沒有聽那個認識 你剛才開始說的時候 你會這樣斷斷續續 結結巴巴 說不清楚 你說不清楚 聽的人也聽不清楚 所以你一定要一直認識 一直認識一直說 你一個領導者 他絕對會很會說話 因為他要說給你辦法 所以他一定要知道說 要怎麼方向切入 就要說 所以你一定說 要認識 有的人說 我不會說話 我也不會說 我跟他說 我已經看了很多人 頭上說他不會說話 但是買的都很會說 我有看這麼多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 你會好說還是不會說 你只要把這個 需要說什麼的 的治療 都可以說清楚 就可以了 我們現場上有錄影 你把它開起來 看你是要聽什麼 都可以 你一定要聽聽聽聽 你自然樂的會背起來 因為這個不要死背 我建議大家在 背這個法例的時候 你不要一支一支給他死背 因為有的人是這樣 死背後 他要說 你講講講 突然人問他問題 他不要回答 因為你沒有消化 你沒有消化 你沒有消化那個意思 像秘書長在跟我們說 很多年代 條約 這個 中國 台灣 日本 琉球 南海 釣魚台 這種地理位置 你要記起來 然後你在講話的時候 你用這個地理位置去講 譬如說現在講到台灣 你就想台灣這塊土地 講中國你就想這樣 在講位置的時候 你這個地名比較不會去就不記得了 你不要去西部那裡找 釣魚台說怎樣怎樣 你要想說 你如果講到釣魚台 你這個地圖要出來 釣魚台的位置要出來 你就會集中在這裡 去講他的位置 然後你可以做一個經理是怎樣 我坦白說 這個地形 你把他拿一個土出來之後 相關釣魚台的事件 你把他寫在旁邊 相關台灣的事件 你把他寫在這裡 配鵝 南海 這張錶 你就是把他寫好 以後你出去 你看這個地圖說 這要怎麼說 要怎麼說 你就不會去給他 你也不用用筊 然後你那個年代 我們現在最重要 兩條條約 馬關條約 舊金山和平條約 這個年代把他寫起來 還在本土台灣人的年份 怎麼分 把他寫起來 你都寫在旁邊 這張的資料就是 將來你出去要講的 因為我們 我們中央有很多資料 你看看 你要怎麼寫 我們想說 我們台灣民政府 以為2006年10月24號 一直到2009年10月24號 這個過程那麼多對不對 你不用背 你不用試背 你等一下知道 那個內容的過程就好 起初幾年 結束幾年 幾次抗變 那就可以了 最後怎樣就好了 你不用說 那 每條都要講 那時間不夠 所以你怎麼說重點 因為你要培養一個領導人才 演說很重要 譬如說你現在這張 大工你怎麼好 你自己說一遍 你可以抓一個人來聽 譬如說你這樣跟他講 說之後你問他 你聽懂幾分 用這樣來判斷說你自己說得怎麼樣 他想太簡單 就是說怎麼說給別人了解 對不對 你如果說一說 他聽都沒有 表示你這個說有問題 我們的說有問題 所以我們一定要說給別人聽 要為別人的心想來了解 我們到底說幾分 人聽有 譬如說 你們做一個標準 如果他聽的是 六分以上都不懂 那你就是不及格 你想不到也要一半一半 他最少也要聽懂五分 你才有辦法及格 你如果說 有時候你在說 對方會把你插桌 插進去 把你打斷 你後面不知道要怎麼說 我建議 你跟對方這樣說 你說 拜託你給我30分鐘 我這個跟他講完 你有問題 你我結束的時候 你比較跟我問 你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不然你會講不完 他總統一直把你插進去 說到買了 你不知道要講到哪裡 這是說話的技巧 你一定要記 譬如說你好 你30分鐘後 好 你時間讓他說 你有沒有什麼問題 讓他問 通常 如果他問不出問題 就是 他聽不太有 他不知道問題 要為他問 所以他沒有辦法問你 你要怎麼 換成你問他 他沒辦法問他 你問他 你要怎麼問他 你問一些 比較關鍵的地方 要了解的地方 你給他問 他現在一定 聽不懂 你還要針對那個解釋 我覺得是 你的雙向 比較好 不要說 都我說 還是他說 這樣不好 你一定也要找機會 對方可以說到的 對方可以問你問題 這是最好的 不要單方面 所以我是覺得 有一個方式 就是多練習 譬如說 今天來這裡上課 你最少 要認識一半以上的人 你別說結束之後 不然認識幾個 誰不然你要認識一半 為什麼說呢 因為 譬如說你住在高雄 你現在認識台南 台北 新竹 不一樣 有可能你的朋友 是在百周 是在哪裡 你可以請他幫忙 我們將來 可以互相幫忙 你去高雄祖像 要在那裡 你叫他幫忙 所以我是希望 你們大家 互相留下 通訊 你們大家有一張紙 可以 你食材的人 你都留下通訊 你以後 有朋友 你可以打電話 跟他說 拜託你幫我幫忙 他以後 他也會幫你打電話 不然我那裡幫我幫忙 我覺得 我們要這樣做 速度比較快 他就是說 現在兩千多的人 對不對 我們要四千的人 要怎麼去 可以整家 說一個人 再介紹一個 就是要靠這個 我們不用說 我們走全台灣 我在這裡 我也有辦法 卡一通電話 叫那些人幫忙 要這樣 看做幫忙 也可以 不用說都是一定 本週幫忙 有時候譬如說 好 我們朋友 朋友也算高雄做 對不對 我們人 在台灣 要怎樣 你有食材 朋友的朋友 你就把他卡電話 你就跟他說 怎樣怎樣 然後 台灣也有朋友的朋友 對不對 他 他雖然住台灣 但是他也有朋友的朋友 在那裡 那就是 最好的介紹給他們 食材 有可能 他們的一個生來受訓 對不對 受訓之後 回去 他也是可以在那裡說 所以我覺得 我們怎麼把這個點 變成線 線變成面 讓我們 因為這個時代 不用說你要親人搞 就是電話 就可以解決事情是最好 我們把一個全面性的 把它黏起來 像我 也接到電話 他跟我問說 他也不是 學員喔 他就問說 要怎樣申請新聞證 我就跟他講 我說 你人在哪裡 我就跟他報 說好 沒有你找那裡什麼人 電話給他 他就找那裡 算不算是 我們不用去 我們就解決這個問題了 我們一定要做這樣 現在我們的宣傳單上 你們有宣傳單這邊 哪有本 沒有 看會比較有嗎 我們的宣傳單上 都有 各組的電話 那張你們最好是要有 不同組 你就跟他報仇不一樣 像我也請接到 百周的電話來 我們要充分利用這個資訊 讓我們這個工作 可以這樣全面化都做出來 尤其現在美國跟我們說 如果我們的新聞證 角度可以更快 他要讓我們接賬款 這個賬款可能會來很快 但是就是說 現在這樣上課 我一直在跟你說 先具備你的 我們個人的條件 告訴你 你要很快接手 你不要說我不會效 要怎樣 因為現在就是把基本 嘗試 基本過程都說給你聽 到接手的時候 你就是要怎樣做 但是大家也不用緊張 因為我們是 參考美國那一套 參眾兩院 你們都不要看 中華面圖這條 這都不要看 我們就是美國那條 來的時候 你就是根據這條去做 這條去做的時候 我們會上課 密集的一個訓練 專業訓練 我們就來上這個課 所以我覺得說 我們最重要的是品德 品德最重要 我們現在 譬如說你的品德是好的 你來管理這個單位 但是你不是專業喔 譬如說好 今天幫你派交通報 你不是學交通的啊 要怎樣 沒關係 管理人才喔 他不是專業人才 他是通才 管理人才他絕對是通才 就是說 你要找人 這個我不是專業對不對 但是我知道他會啊 我就請他來做 管理者是這樣啦 領導者就是這樣 所以領導者不用你會 但是你要找人啦 譬如說現在教育 教育廳長我是要找誰來做 我不是學教育的啊 我知道他學教育的 好 你來做 所以你們現在回去 你們怎麼找什麼人呢 我們那本公民權利法案 你把它揭開 裡面沒有那麼多 什麼大臣 什麼大臣 我們各州就是 換這個大臣換這個廳長 各州就是說 教育廳長 交通廳長 你中央就是 交通大臣 教育大臣 差別這樣 但是工作都一樣啦 我建議你喔 看那30的那個 那個廳長的部分 大臣的部分喔 你們去找人才 譬如說我感覺喔 他財務太厲害 他託財務的 他託省稅的 他託稅務的 譬如說還有一種什麼 正義的 警政廳長 還是說正義轉型的 還是說那個 那個土地 國土的那個 那個規劃那個 那你就要知道說 什麼人性格來做這個 我覺得你們要往這方面去想嘛 因為我們現在是需要人才的時候 不是說 因為你不可能叫全台灣的人都來做嘛 但是我們可以找出 什麼人性格做什麼 我覺得這樣比較重要 因為我們如果把那個 需要做工作的人找出來 其他就快了 因為我們接手的時候 就是要這些人去做嘛 如果你如果找這個人 他就不適合做這個 也是等於人啊 所以我們就盡量去找說 可以做的來做的 這是比較重要 但是現在我要跟你說 不管你敢是這個 廳的專業 都不管 今天要說的就是說 你要先具備領導人才 你的領導力 因為你是要做通才 做領導者是在做通才 但是做什麼廳長 那是在做專才 專業 我們裡面那個廳長的部分是專業 領導者是通才 不一樣 所以要怎麼分清楚 所以你在找人的時候 你就有兩方面啦 他到底是要做領導者 還是要做專業 你自己去分 你可以跟你的組長來討論說 我到底是要做什麼比較好 所以這個植物的分別 你如果不太清楚 今天下課以後 還是說英文 我們有這個分組討論的時候 我們再說 因為今天時間到了 好 謝謝大家